前面堵车了 通勤遇到这种路况 就是没办法 法拉利好友 保时街送修 我现在坐公交车 通勤 我们坐化妆品行业的 时尚秀决要敏锐 我就是潮流 就是风向 来 刷卡投币啊 没刷卡的乘客 把票捕一下 等一下 我没带卡 你帮我刷一下 我又危险了 行 喂 我当时不是 给你说了吗 要把营业额 给我坐上去 所以呢 我让你刷卡 你投币干什么 有区别吗 怎么 刷卡一块八 投币两块啊 没刷卡的乘客 补下票 不是就差两毛吗 你意思是 你不在意这两毛钱 走 走 这不是钱的问题 关键是我帮了你 不是应该对我 不客气 你说什么呀 是 我说的不是这一一块八 是这一一把 算是一块八 和一一八对我来算 你不说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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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年轻了 陈思佳 你去吧 石总 石 石 石总 粉底液要研发怎么样了 这款粉底液能遮斑 能遮斗 能遮黑眼圈和小细分 甚至能遮风荡与遮天 鼻子一手遮天 但是它真的遮不住伤疤呀 是我给的钱不够吗 这不是钱的事 石总 您尊重一下市场规律好吗 现在的粉底液普遍偏向轻薄 我们为什么非要搞出一款 厚重到可以刷墙的底妆呢 一千万 这不是钱的事 两千万 不是 这难度真的很大 三千万 那我再想想办法 老板 您过目一下 公司自成立以来 营业额逐年递减百分十九 持续亏损 不过没关系 我也不介意 因为我成立这个公司 不是为了挣钱 我只想要一款 能够遮盖伤疤的粉底液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花多少钱 清楚吗 清楚了 你说老板是不是傻 怎么可能能够做出一款 能够遮盖伤疤的粉底液啊 别让他听见了 毕竟他用其他收入维持公司 一个人养了所有人 他说有就有罢 走吧 关于彩妆产品线的代言人 市场部给出一个方案 我们自己投资做一档美妆证人秀 然后让冠军来做我们的代言人 节目正在招商 叫纸粉花露 多少钱 这个制作费其实并不贵 不过得请三个比较有名望的评委 请两个 这不太好吧 毕竟这种节目一般都是三个评委 请两个算我一个 一共三个 这 您去当评委 我影响力不够大吗 够 我形象不够好吗 好 最主要的 我不用花钱 那 那好吧 正好这样又省掉了一个评委的情 还有什么事 咱们一会儿还有个采访 记者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衣服我已经帮您 从随医生那里拿过来了 你看 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呀 沈总 您看看您现在穿的 跟跟圣诞树一样 这多不合适啊 对不对 一定要换啊 一定要换啊 说出来你们的不敢信 沈亿为了省一个评委的钱 居然要亲自去录节目了 真是太靠了 我一干财务的都算不过他 人力不也难做啊 公司团建AA制 年终奖是优惠券 而且是购买LS彩妆的优惠券 嘿嘿 他对我还挺好 尤其是在本体业这些事上 真舍得花钱 但是产品研发主 常年不放假的哦 你熟熟自己的头发吧 市场布日子才难过 看看这是今年彩妆支线的 业绩曲线图 注意 是曲线图 口红库存再不清掉了 这就是我的新店图了 老板只看钱 你们知道沈总之前 谈的那个女朋友 为什么分手 因为人家过生日 沈总自己在实验室 勾兑了一堵口红送她 成本价大概十块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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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乐观 持续亏损 IOS是一个年薪的公司 虽然我们在彩妆领域并不自身 但是我们的护肤产品线 就是高端的技术和成熟的理念 我们主要靠高端护肤去引力 听说您公司正在研发一款 能够遮盖住伤疤的粉底液 这个遮瑕利用 对 研发难度很大 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因为这款粉底液 是我进入化妆品行业的初衷 我希望化妆品可以遮住伤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